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把你出卖给勾搭队长 不是 你怎么能给人家 大哥 大嫂既然都原谅我了 您当大哥的 就不要降真了 这没关系 你别给脸不要要屁股啊 这是我们姐俩的事 你别瞎上个 那就里边请吧 木兰小姐 里边请 大嫂 我这次来啊 还真有件事 要大哥掺和 没有男人不行的 行 只要挣大锅 你说吧 在这地面上 我一句话 还没有谁不买我账子呢 我吧 把城里的房子给卖了 想到这儿来开家商行 这都置办得差不多了 我就想搞个开业庆典 图个极力热闹热闹 我有心请大哥啊 帮我张罗张罗 你可真行啊 是不是西边新装修好的那家商行 牌匾还没挂上 是啊 这几天装修运货 我还嘀咕着呢 这是谁呀 不到咱们十里香来吃顿饭 就想在商业街开张了 这不是把我刁老板不放在眼里吗 闹了半天 是你呀 我在城里一个情人都没了 这里是郭大队长呆过的地方 又有大哥大嫂在 所以啊 我就到这儿来了 弄了半天 姑娘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原来是为郭大队长守寡来的是吗 守寡倒谈不上 我和郭亮也没有举行婚礼 还算不上是他的人吧 姑娘这是哪儿的规矩啊 在我们这儿的规矩啊 就是女人只要跟男人上了床 那就生是她的人 死是她的鬼 大嫂 您说的这个规矩也太封建了 我还年轻 还想找人家呢 这事啊 就拜托大嫂您了 行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吊龙 吊龙 还不赶快帮着木兰姑娘去张罗开业的事 好 那 那你先坐啊 我这儿就行 咱前来啊 好好喝上点茶 小二 上新茶 来啦 刁老板 今天这么有空到我这儿寄人堂来啊 快 里边喝茶 不了不了 我来是请您参加表妹的商行开业庆典的 刁老板的表妹也到这里落脚了 木兰商行 这是我表妹开的啊 明天上午十点十分 十打十啊 开业庆典 准时开始 请陈堂主务必光临啊 好说啊 刁老板的事儿 派人指引一下就行了 何必亲自登门呢 这让我承受不强啊 别说承受不强 我可是听说了 陈堂主的医术 比起老堂主来 直强不差呀 刁某外衣 那天有个三长两短的 可请陈堂主手下深哪 刁老板 过奖了 小弟就是混口饭吃 请陈堂主务必光临啊 大总 江川已得到您的命令 正在寻找时机 说服马大魁 马大魁 马大魁不是个 轻易就能够上当的人 凭着他创当江湖多年的阅历 绝不会清醒他 江川是个心理学家 他明白您的意思 会把事情办好的 我这个人哪 做事从来不堪过程 只讲解我 只要马大魁 谁能够入伍 或者和拔路打起来 就足够了 大佐 我明白了 三哥要是想让我回去 还是敏开增口吧 我就是路过四弟 歇脚而已 那你今后打算怎么办呢 三哥也看到了 我这恩师刚刚先世 这一大摊的事啊 全烙在我一个人的身上 不光要给四方百姓看病 还要管这纪人堂上下 十几口人的生计 实在是走不开啊 你倒是个挺有责任感的男人啊 那倒也不是 在这儿 最起码不用风餐露宿 担惊受怕 虽然算不上荣华不贵 那也比那钻山洞强百倍吧 我也知道 当初你是被逼入伙的 现如今能逃出来 过上这等好日子 当然是不想回去了 三哥既然有成全小弟的美意 那就请三哥在大哥面前 多替我说两句好话 转告大哥 从此我们大路朝天 各走一边 关键就是大哥呀 大哥要是不让你呢 那我只能与时俱焚 死在这几人堂下了 不过我死之前 肯定要拉上几个陪葬的 看来在谁的地盘上 谁说话就硬气呀 那好吧 等大哥来了 你就这么跟他说 只要大哥能答应你 我们这些做兄弟的 不会为难你的 大哥要过来吗 就 像你说的 这里比钻山洞强百倍 他为什么不来呢 陈堂主 咱给您送药材来了 那好吧 你忙吧 我也该回去了 好 三哥 看什么呢 我在想啊 你说这些人真够辛苦的 大老远的从山上挑点药材下来 卖点钱 也只够糊口的 三哥 千万别忘了 替我在大哥面前每言几句 好说 那我走了 告辞 刚才来的这位 不是什么好人吧 怎么看出来的 我感觉他的眼神 像锥子一样 刺在我的后背上 他叫姜川 是马大奎的手下 排行老三 他是藏在匪窝里的特务 他藏在匪窝里干什么 趁机消灭土匪啊 暗中保护十万两黄金 走 进屋说 走 他在金人堂干什么呀 你怀疑他呀 他还怀疑你呢 他是来这儿搞侦查来了 我已经把我的意图告诉他了 好 不管他信不信 在马大奎来之前 这儿不会有什么麻烦 马大奎要来吗 他说的要求 以我对马大奎的了解 这个人多一贪了 商业街肯定对他有吸引力 不过光为捋夺财物 没必要他青涩吗 肯定有什么更吸引他 比如说女人 这个人好色成性 光老婆就娶了四个 我在想啊 这木兰商行跟马大奎之间 会不会有什么联系 这个叫木兰的女人很特别 转眼间就成了刁龙的表妹 这里面很多东西值得怀疑啊 那你怀疑他什么呢 木兰商行后面 肯定藏着什么秘密 老二啊 这江川 怎么到现在还没给影啊 应该快回来了吧 大爷 二爷 三爷回来了 大哥 二哥 我回来了 大哥真为你担心哪 老三 这趟下去是带回来的凶器还是福气啊 当然是福气了 说说听听 是这么回事啊 我查到了郭亮藏枪的一个秘密山洞 好 在哪儿啊 在纳罗山洞 离这儿还不远呢 好 带几个弟兄去看看 我正瞅着咱们那些破家伙事没法使的 好 我现在就去 大哥 大哥 我还听说一事呢 咱们上次伏击救国军 搅了不少东西 八路很恼火 我把他们以后啊 想办法来对付咱们 这不可能啊 咱们打救国军 又没打八路 他们打咱们干什么 那八路一旦打咱们怎么办呢 那就跟他干嘛 谁来打谁 谁怕谁啊 行行行 别紧急什么 我估计啊 是八路想警告咱们一下 咱们不理他 要不然这样吧 扣三 你过来 大爷 你啊 赶紧带几个人 跟三爷一起去 把那枪子弹药都取回来 好 好 这儿正事 好嘞 大哥 那我去了 真是要谢谢大嫂了 别客气 都是自家人嘛 你不喝自己的水 喝人家沐岚小姐的水干什么呀 不要紧的 我换个杯子就是了 这一路下铁子啊 我口干舌燥的 怎么 该请的人都请了吗 都请了 没有不给我面子的 对了 有个人还没请吧 我特别想请他来 谁啊 太平寺的郑爵法师 一个和尚路又那么远 你请他干什么 是这样的 上次我去上乡 被王贵给劫持了 我当时想 给母亲上完香 就一头撞在柱子上 多亏了大师点拨我 让我随遇而安 还说 我有可能遇上 生命中的贵人 果不其然 我就遇上了郭大队长 当然 也要感谢你们二位 不值一提 不值一提 本来吧 我是该亲自去的 但是天快黑了 大哥 要不你找个男的陪我一块去 给我壮壮胆 我那商行里都是女的 没有男的 用不着你去 我去就是了 那就麻烦您了 那个怎么说呢 就说 那个要撞柱子的木兰姑娘 请法师来接牌 那她能来吗 你不去怎么知道 快去 好 那好我现在就去 大嫂 大嫂 这大哥可真听你的话 你是怎么 他不是怕我 是怕我父亲 我父亲只要一句话呀 你父亲骂过他 对呀 你知道吧 他原来老欺负我 后来我父亲骂他了 说如果他再欺负我 就永远别想再见我 从此以后啊 他就老老实实的了 原来是这样啊 可惜 我没有父亲 也没有母亲了 要不然 不说了 现在连个对象都没有 说这些也太早了 找对象的事啊 包在我身上了 你这么好的条件 还怕找不着吗 一般的人 我可看不上啊 我给你找的 怎么可能是一般人呢 至少呢 条件要比郭大队长好 要不然 我脸上也没光啊 是不是 那就拜托您了 不客气 大嫂 这茶也喝得差不多了 我先回去了 行 你该开业了 肯定事也比较多 我这客人也该上来了 有什么事啊 及时招呼我 走了啊 慢点走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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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好枪啊 王 老三 真有你的 老三 看看 王霸盒子 日本道 大爷 这三爷没被一枪一弹 东西就拿回来了 是啊 老三 你还真行啊 老三 有你的 弟兄们 从今天开始啊 咱们就是鸟枪换炮 老三立功了 来 白酒器 给老三庆功 好 好 谢大哥 施主 天色已晚 本司已不纳可 请回吧 师父 受人之托 来请郑爵法师 下山给木兰商行接牌 好 施主 请随我来 好 请 我印象中 是有这么一位姑娘 后来听说 她嫁给了救国军的 郭大队长 那都是老黄历了 木囊姑娘 在商业街 开了一家商行 明天开业 她一定要请您 去给她接牌 说是没有您的点拨 就没有她的今天哪 施主上山 就是为了此事 就是为了这事啊 施主真是重情重义啊 老纳也是推辞 那就显得太不尽情理了 那您是答应了 老纳自当前往了 在下的木兰小妹 谢谢法师 木兰小妹 她认我哥 要不然 我也不会大老远地 跑到这儿来请您呢 施主 真是鼓道热肠啊 施主有些疲累 若不嫌弃 就请在此歇息一休 谢谢法师 你们两个 在木兰山寒门前摆上水果摊 暗中保护木兰科长 一切听她指挥 是 去吧 丁小妹 干 来 来 好 好 来 包上 靠我单上 按钮 来 大哥 其实这点事啊 不算啥事 等咱面了八路的交通支队 什么枪支弹药 马匹电台 多的是 不对啊 八路哪有这个东西啊 小鬼子 才有这些东西呢 那咱就弄鬼子药啊 您说咱帮她打了八路 她不得给咱点礼物啥的 得了得了 你别跟我提小鬼子啊 而且我告诉你 我还不愿意跟八路打仗 大哥 咱为啥不能打八路啊 为什么要打八路啊 我跟八路 前世无怨今日无仇 打她干吗 就是嘛 大哥 您别误会啊 我的意思是说啊 我姜川跟你大哥跟定了 你让我打谁我就打谁 好 说得好 来 咱干一个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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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主 你在掏什么 大师啊 我抽烟 好 恭喜 施主 寺庙里 不允许抽烟 哦 老师 嗯 我出来方便 找不到茅房了 哦 施主 请跟我来 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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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堂主 看什么呢 木兰小姐 我是来看看这山行 是我开的 真是你开的 下午刁老板到我那儿去说 给她的表妹木兰送请帖 我还纳闷 木兰这个名字 可不多见哪 难道我有幸认识两个木兰 看来 你只认识一个木兰 特失望吧 那倒不是 倒是有些敬佩 乱世之中 创出名号 自搬山行 又不依附于豪门 非其女子不可为也啊 看你把我夸的 不过是小本买卖 成不了大事的 老板 你回来了 快进去看看吧 急什么 没看到我在跟客人说话吗 对不起 木兰小姐先忙 川某告辞了 慢走 这个人是谁啊 她就是山猫说的陈郎中 据说脱离了八路 做了纪人堂的堂主 不太可能吧 她不是来保存查的吧 我们警惕点就是了 这次我们要对付的人不是她 是马大亏 大哥 你还犹豫啥呀 现在鬼子撤了 八路的大部队 也没什么动静 咱们正好抓这个空档 到商业街那块狠搂他一把 能抢多少是多少 哎呀 真是奇怪了啊 怎么八路的大部队 一点东西都没有呢 船大难掉头 八路要是真是来的话 那也得需要几天时间啊 可是据我所知 八路在劳山一带 有小谷部队在活动吗 大哥 那有您在 这小谷八路还敢来吗 那是 小谷八路肯定不敢跟咱们交手 但是要想让我去商业街 总得有个充足的理由吧 大哥 我说个不该说的啊 我听说啊 最近商业街要新开一个商行 老板呢叫木兰 这老板我见过 长得真就跟天仙一样 商行 天仙 大哥 您知道我为什么 没把金枝给您带回来吗 就是因为这个木兰 那金枝跟木兰比起来啊 那就是残花败柳啊 老板啊 商业街 真有这样的女人 大哥 女人是其次的 关键是 为什么开商行 他是不是也想找那十万两黄金呢 我跟你说大哥 我一直怀疑呀 这个黄金没出这劳山 现在风声不快过去了吗 我估计快冒出头来了 大哥 大哥 大哥说得有道理啊 你说偏偏这个时候 开一商行 还是个这么漂亮女人开的商行 什么意思啊 这不就是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吗 大哥哥 这真要引起别人的注意 比咱们先下手了 那可怎么办呢 虽说上次关外想马 是日本人冒充的 但我就琢磨了啊 搞不好就真有这么一个 关外想马 还真抢了这批黄金 等着出手呢 你说有没有这么可能啊大哥 大哥 那这事你不得不考虑啊 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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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咱去哪儿啊 一朵黄金 二朵女人 二朵女人 先生 你是什么人啊 我是来送货的 这种放哪儿去了 有急事出去了 那你是什么人 我是零二号派来接货的 货到了 都来生生放人的 先带我们去看看货吧 一共几箱 五箱 打开看看 好 打开 好 搬进来吧 客长 刚才我看见一些人 我没了伤害里面 把你不消 这白天刚起完火晚上又进 肯定有什么怕被别人发现的秘密 去看看 走 好 这很有可能 这种转移黄金有个想法 这种转移黄金有个想法 好 好 木兰小姐 恭喜恭喜啊 谢谢大嫂啊 乡亲们 恭喜恭喜 各位 乡亲父老 今天是木兰沙行 开业的大喜日子 感谢各位嘉宾啊 前来捧场 下面 有请太平寺住持 正觉法师 为木兰山行铁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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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없이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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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今天這種場合呀 我不好意思開口 但是我有這份心意 你就幫我宣佈了吧 那好吧我來 姑娘們出來吧 好 鄉親們 國難當頭匹夫有責 在抗日的關鍵時刻 每一個中國人 都有責任為國出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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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女老闆真是不簡單哪 真有愛國之心哪 聽說她是一個單身女人 從外地來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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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鄉親們 有願意捐錢哪 請過來捐嗎 以後咱們買東西呀 都到這個商行來 肯定做不了 好 鄉親們 這些收入還有木蘭商行 今天所有的收入 都要捐給勞山商會 一起轉交給前線的抗日將士們 好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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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妹子 我張摟得還行嗎 大哥 今天真是謝謝你了 要不是你 哪有這麼大的場面呀 木蘭小姐 還有張大吉啊 陳大夫 您來呀 讓小店澎湃生輝 照顧不周還請見諒啊 周我要是不來 刁老闆還不打擾我的鋪子呀 人家現在可是唐主了 以後的改口叫陳唐主 對不起呀 陳唐主 小妹多有冒犯 什麼唐主不唐主的 都是給人家看病 談不上冒犯 大哥 你幫忙照顧一下陳唐主 改日我登門致謝 我先進去張羅一下 您請 好 藍院長 先忙啊 老闆 老闆 外面來了好多人 好像是衝著我們來的 你看怎麼辦 不要緊慌 估計是馬來的 木蘭 你快去躲一下吧 我們也回去照顧一下店裡 怎麼辦 你先回去 我幫木蘭找這裡 大哥 不用了 你跟大嫂先回去吧 你能行嗎 我幫你應酬吧 快走吧 每天馬他回他們都買了 快走 你小心點啊 先回去吧 告訴他們 不要亂地震腳 大哥 大哥 你說這貼錢在哪兒啊 你自己找找看吧 好 走走 好 歡迎光臨 歡迎光臨 漂亮 真是漂亮 老三 你說的是他吧 不是他 是他 真漂亮 這一個比一個漂亮 好 老三 大哥 就這兩個 就把我那四個比沒了 還要比這更漂亮的嗎 大哥 你往裏邊看 各位大爺 這就是我跟你說的木蘭老闆 各位大爺 今天小店開張 圖個吉利 歡迎大家光臨 裏邊請 來 大哥 大哥 你怎麼了你啊 沒事沒事 裏邊請吧 這還用進去嗎 大爺既然您都來了 就給木蘭一個薄面 進去坐會兒喝杯茶慢慢聊 您看行嗎 進去 大哥 喝杯茶嘛 好 進去 請 請 好 阿彌陀佛 法師 施主很忙 老納告辭了 法師 今日開業人多事雜 多有怠慢 還請法師見諒 阿彌陀佛 願佛祖保佑你 多謝法師 木蘭老闆 你這兒挺熱鬧啊 開業 連和尚都請來了 是刁大哥請的 圖個吉利 您看看 您想買點什麼 讓小妹我 也討個賞去 我看你門前堆的貨不錯 而且 我現在看你這兒哪兒都挺新鮮的 這樣吧 連人帶貨我全包了 你開個家 是 請留步 阿師 阿師 阿師請留步 阿師 阿彌陀佛 施主有何見教啊 阿師 您還認識俺嗎 阿師 田大隊長啊 您還救趕的命 好像是 施主有什麼事情嗎 阿師 過幾天 我們要去太平寺麻煩 去太平寺嗎 是嗎 阿師 那好 老大 在寺裡等候你們 這貨有價 人無價 我怎麼出啊 要不您開個價吧 我怎麼好開價 你這不難為我嗎 我是賣主您是買主 你們不開價 我怎麼還價呢 這麼說吧 在這十里八鄉呢 沒有人不認識我馬某的 而且也沒有人敢不買我馬某人的賬的 我倒是聽說有個姓馬的 這名字如雷貫耳 是個蓋世英雄 誰呀 馬大葵 聽說 連救國軍的郭大隊長 都處他三分的 不是處 是丟了命 郭大隊長 就是被馬大爺的手下 給殺了 是嗎 他的手下都能殺掉郭大隊長 那馬大葵 不是就更厲害了 你以為呢 要是我有幸能見著馬大葵 怎麼樣 您不會就是馬大葵馬大爺吧 你算猜對了 這就是我們老大 馬大葵馬大爺 小女有眼不識泰山 小女有眼不識泰山 還請馬大爺見諒 你看看咱們輸了一溜夠了 跟我走吧 我娶你當鴨載夫人 你看怎麼樣 小妹我仰慕馬大爺是個英雄 跟你走也不是不行 但是我有一個要求 講 必須要明媒正取 大哥 她要明媒正取 好啊 我馬某娶了這麼多老婆 她從來沒有明媒正取過 你說吧 怎麼個明媒正取啊 去跟我大嫂談吧 你大嫂 她在哪兒啊 十里香酒館 老闆娘金芝就是我大嫂 金芝是你大嫂 是啊 我的事情都拜託給她了 大哥 既然這樣的話 咱們早金芝得了 也好 你們去吧 我還有事情 要跟木蘭小姐談 是吧 如果不能明媒正取 木蘭我寧死不從 好 我就喜歡像你這樣性格的人 這樣 我們現在去找金芝 走 好 請 老闆娘 這是你的店嗎 是啊 這金條可是貨真價實的 你們收不收啊 金條 兄弟 讓我馬某人見識見識 朋友見識可以 但要客氣點 你們這是幹什麼呀 小店今天第一天開張 這不是打完我的場嗎 這位大哥 你這金條 我們小店收不起 你還是拿走吧 別為了跟金條 把命給丟了 不值得 不值得 看來今天我是走錯門了 告辭 請 大哥 就讓他這麼走了 他們手裡可是拿著應用 大盒子樣的金條啊 就是日本人被搶的那批 跟上他 小心點啊 要是能談個價錢 就談個好價錢 談不了呢 記住他們在哪兒住就行了 別把小命打上 放心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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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哥 哎 你怎么在这儿啊 来看以前的一个病人 听说大哥上街上了 没陪着 刚才啊 有几个江湖朋友 拿了几块大壳金条 要卖给木兰商行的穆老板 这个穆老板呢 怕是日本人被抢的那批金条 就没敢要 差点闹出了点不愉快了 这不 大哥啊 让我跟他们解释解释 大哥英雄就美 八成是看上木兰小姐了吧 是啊 你我兄弟啊 就快要喝大哥的喜酒了 这就喝喜酒了 那是 那我可得恭候了 办喜宴的时候 一定要通知我一声 一定 告辞 快 马大爷来了 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能把我吹来的肯定是香风啊 马大爷 这次你不会把我们这儿 又弄得鸡飞狗跳吧 那可说不定 大哥 金条老师搞定 他们同意出手 这事先不说 我找没人来 大爷 这位爷是 老三 老三 这位就是金枝小姐 这是老板 你不是夸下海口 说要把她给我弄过去吗 怎么的 你们两个都不认识 老三 你是不是吹牛啊 马大爷 其实 初次见面 请多关照 那是自然 那是自然 请大爷请吧 哈哈哈 老板娘 我们用不用关门啊 你怎么说话呢 马大爷一来 你就说要关门 你什么意思 快 给大家赔布室 不是啊 老板娘 马大爷的手仙 都在街上抢东西呢 很多店铺都关门了 老二 你去看看 告诉咱们弟兄收敛点 别整个鸡飞狗跳的 扫我的兴 大哥 你让弟兄们热闹热闹吧 热闹个屁 去 快去 二哥 你早去早回啊 我等你喝茶 我肯定会 哎呀 快去快去去去去 几位夜楼上请吧 马大爷 你要是像打布兰姑娘的主意的话 不是我扫您的信 恐怕不成啊 不成 为啥呀 您想想看 在您前面相亲的 就有一百多个 木兰即使是一天相一个亲的话 轮到您 怎么也得等到两三个月之后了 这里边还很难说 没有被木兰姑娘相中的呢 她相中好啊 相中一个我崩她一个 我看谁还敢来提起 我看谁还敢来提起 她 估计